哈喽,大家好,我是二哥 有没有看到我身后的这个架子 这个架子是今天早上 他们花了一个早上的时间来做的 然后他们是做那个外城装修的 外城装修 他们是用这个架子弧炉拉上去的 它没有和城市的那种一样 所以我踏个架子那种 现在他们做这种是其中危险的 但是我们农村人是 只能是有技术的人才能这样子做 我们过去干一下 他们是怎么从开始农上去的 农村是这样子的踏一个木槃 然后先几个人踏到楼厅 然后才慢慢把手机抓下来 目前这个是只有四根 铁线 四根铁线 那的重量 应该有两千斤左右 像咱们做这种用 不如那片底的 齿木提掉 橱子 用橱子炖下来的时候 它不会直接炖 用那个橱子树就是最好的效果 它这个是拿一根铁线 这个很大的一根铁线 像这个像这个铁线的陶刀 这个是拿着 转到那个水泥板 水泥板里面去 如果不转到水泥板里面去 它那个扎尺可能会 掉下去 如果不稳了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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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这个我听他们说 他们有时候做的 十层十一层 基本上都是这样子做的 目前只是三四层的 我都觉得很高了 很危险 他们要做十层十一层 那真是太流不及了 我身后的这房子 经过一点都努力 然后还有两河这样子 应该还需要一个多两个小时 才能做得完 现在这师傅房子好大 没有技术的人 确实不敢做 我刚刚上去的时候 上面那个牌子都 摇摇晃晃的 早点丢下来 现在也差不多到七点钟了 也快收工了 好了 我们这一期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如果喜欢外景装修的师傅们 也可以联系联系我 我们这边有好多房子 需要装修 基本上都是要这样子做的 如果要弄那个和城市一样 那个铁栅的话 是太会浪费时间和那个清理了 不过那种是比较安全一点 因为我们这边的农村 距离那个城市有点远 所以拉一些材料的话 都是很不方便的 好了 我们下集再见